要讲一下说那要如何减呢 那主要有这个四个面向 第一个主要是建议要阅读标示 阅读营养标示 第二个是要选择新鲜的食材 第三个的话是要注意它的烹调的方式 第四个就是要减少它的调味料的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一介绍 那首先根据我们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里面有规定 在营养标示里面必须将我们的钠含量所标示在里面 所以我们会建议民众在挑选一些包装食品的时候 要稍微阅读一下里面的营养标示里面所含的钠含量 才可以避免过量的钠摄取 那接下来第二点就是提到我们说要选择新鲜食材的部分 我们会依照这六大类的食物跟大家来做个介绍 那我们刚好提到说我们饮食中呢 所吃到的钠的部分其中一个来源是来自于天然的食材 那依据我们每日每天所摄取的平均 从天然食材所摄取的钠含量 大概是310到370毫克 那我们从这个表呢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 左边呢是左边绿色为底的是新鲜的六大类食物 右边为底的是一个加工的六大类食物 那这边的数字所表现出来都是每100公克所含的钠含量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左边新鲜的食材以及右边的加工制品 两个的差距的倍数从15倍到500倍都有 所以说我们会建议从这样子的表格 从这样子的表我们会建议民众是以挑选新鲜食材为主 那再来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关民众在挑选 比如说自助餐的时候要注意它的烹调的方式 假设这是一个我们平常在路边常看到一些自助餐 这是一个餐台会有主菜区跟配菜区 那主菜区的部分可能会有些像糖醋的 或者是有些烟熏的等等的烹调手法 那在挑选上面呢我们会建议民众以挑选一些像是汆烫的 或是清蒸的部分为主来减少一些其他的调味料的添加 那在配菜的部分呢会建议民众也是挑选一般的像是青草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7号跟10号都是茄子 但是里面的烹调手法就不太一样 所以相对来说7号的茄子里面可能会要添加额外的像是酱油膏 或是一些酱油的部分来调味 所以我们会建议选择一些像是汆烫的手法 来减少过量的钠的摄取 那接下来就是说减少调味料的使用 那我们会发现民众在一般的小吃店里面会点一些配菜 比如说烫青菜或是鹅肉 或是点一盘水饺 那店家呢可能就会提供一些酱料的部分来给民众来做食用 那我们会发现从这些酱料的部分里面所含的钠是比较高的 所以当这些酱料没有特别去做减少的时候 就容易过量的钠的摄取 所以我们会建议要减少调味料的使用